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风去无限 何妨花弃杂人 怨恨天之日 任由过去是在莫尋 流情已不夜陷 醉酒喝多 一言读我 何修路寒参拔 人生百甘 轻酒略过 万里百树洗我心 命死我 大荷山庆大少我到下 TONY 如果你是在乎世 PA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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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有人 英報醜, 坐我們去看 你們受到傷這麼輕, 途中遇到甚麼事 公爺, 我們行刺四王爺 可惜事出倉存, 未有周全的報紙 所以功敗誰勝 八婆頭還在莊劣犧牲了 為甚麼你們這麼魯莽 公主, 你還沒知道 四王爺產平華山派 和通知官媒道長的消息 產平華山派? 四王爺憑甚麼名目這樣做 華山派佬劫了皇上, 套謀作亂 公媒道長有這麼大的野心 野心不別的是四王 原來玉皇上有玉璽在他手上 四王叔偷玉璽? 為甚麼他要這麼做? 偽造星子, 登基為王 上次我們救皇上失敗 皇上無端端失蹤 這可能是四王爺故隆元虛 玩的把戲 父王他... 小靖 如果父王有甚麼不測 我跟奸賊同歸於盡 皇上未必在四王爺手上 而且就算四王爺要偽造聖子圖謀登基 恐怕也未必這麼順利 楚大哥, 你有辦法 你這個侄既然文才武略都這麼出眾 明天不妨叫他來見我 謝謝四王爺提拔 選賢任能, 是我的當務至急 你這個侄今年多大 小侄今年年荒二十 甚麼? 今晚此時來取玉璽 楚留鄉勁高 豈有此理, 進來 四王爺, 有甚麼吩咐 別叫你們, 主官那兩個 四王爺, 有甚麼吩咐 甚麼人進來 沒有 真的沒有 是呀 我沒有的, 你倆就是楚留鄉的同黨 好, 進來 是 拉他出去, 把他斬出去 願望, 四王爺 願望, 四王爺 願望... 楚留鄉竟敢插手四王爺的事 簡直自取其用 楚留鄉不為鼠舌狗偷之輩 好, 他竟然敢誇海口 那我又何妨來一招, 屋中竹別 你帶一對人守著下面 是 你那對守著城牆 是 好 外事已到, 通知四王爺 四王爺, 一切已經準備妥當 好 楚留鄉, 玉璽就是這兒 本王爺這次看著你做屋中之別 是 四王爺 可以叫他們進來了 有請四大示威 好 小心 慢點, 香 放開 九十 九十 好嗎 四王爺 四王爺, 喝一杯深茶看看神 是 王爺, 此事已盡, 一點動靜都沒有 好, 我看楚留鄉不敢來的了 鼠蝕狗偷就是鼠蝕狗偷 九九 各位九九 多謝 快點 救我 救我吧 九十, 救了魂獅 快點 快點, 走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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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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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璽果然真不, 就此借過 四王爺這麼緊張的玉璽 可能皇上未必在他手上 皇上 皇上怎麼樣? 聖上被蝙蝠工人捕走了 消息怎麼樣? 剛才我外面遇見兩個武當弟子 消息在那裡得了 姑媒道長現在藏身於武當 四王爺只要通緝姑媒道長 就有一次他無意中發言了 四王爺跟蝙蝠工人交易 還想把皇上賣給四王爺 有這種事?那婦人怎麼樣? 誰知道四王爺奸詐成勝 交易的時候他找石頭當真寶 所以交易告吹 可是聖上依然被蝙蝠工人捕走了 蝙蝠工子已經死了 蝙蝠工仍然這麼活躍 現在武當掌門賢空道長 召集郭露江湖武當, 相謀對策 我們馬上趕路吧 我先把紙條留給蓉蓉他們 他們或許會比我們更早回來 武鐵花可能又會來 吃點東西, 不是餓死你的 你小聲, 我有事不關你的事 到這個時候你還發我脾氣 有別的, 請你相信一點 你...你這種女人 好, 我胡鐵花今時今日發誓 我有生之年 也不讓你的女人走在我身邊三尺之內 去哪兒找得到楚留香 我不知道 你是他的朋友, 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知道... 不過我有件事想問清楚四王爺 問甚麼?這麼多事實 有他問 胡鐵花, 你想知道甚麼 你供了出來, 要記得上巢 四王爺, 我有件事想問清楚你 你是不是一隻狗 如果你是一隻狗 我就告訴你楚留香在哪兒 住手, 別打他 進去 進去 你們別打他 是我不肯說的 走 走 打死了, 只能不能聞 胡鐵花, 你說出來我就放了你 先想清楚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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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死 不過能夠跟你死在一起也沒甚麼所謂 走 走 這邊, 各位, 請... 各位 各位, 這期到來真是太好了 各大門派已經到齊了 大會可以開始了 請... 請 各位, 各位, 道長進來 道長進來 各位, 當今皇上被蝙蝠宮老劫 四皇叔乘機逃謀散衛 為了押制武林豪傑而舉勤王 現在華山派首當其衝 眾弟子慘悲殺木, 順望此寒 本派決定與四皇叔周旋到底 不知道各位幫主以下如何呢 天山派的少掌門 本派決意追隨武當的行動 副幫主 我們金沙幫也共同進退 行山派屈掌門, 你心意如何呢 再也覺得四皇爺登基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你憑甚麼這麼說 就憑仁獻皇帝的得席 大家都很清楚 仁獻皇帝去悠遊寡奪 終於琴其書畫, 享受帝王之福 不理民間疾苦 他怎麼會理民間疾苦呢 年年減苦, 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雖然年年減苦, 大滿朝, 貪官污吏 考納明目, 向老百姓多方面點財 那你可以尚書告發的 皇帝恩情用人, 告發有甚麼用 扶人任人以財, 怎麼會恩情用人 各位, 其實這位就是 當急仁獻皇帝的長尚榮珠 永靜公主 其實公主為了行動方斷 折花名叫桑小靖 其實他是真真正正的永靜公主 不錯, 在下都可以作證 這位就是當今的公主殿下 參見公主 各位不必多禮 各位, 這個就是當今皇上的玉璽 四王爺曾經偷了他據為己有 這種行為, 可見四王爺並非堂皇君子 如果被他篡為成功 恐怕百姓會更加受苦 對付昏君, 任何手段都不為過 道不同, 不相為謀 在下含山派, 告辭 那你只是想背叛朝廷 公主, 人國有志, 由他去吧 本派決定向皇上效忠 我不用你們可憐 如果你們不願意的話 我不會勉強你們的 小靖, 各位 公主也是一時太感慨了 請各位不要交 讓公主冷靜一下 這件事我們慢慢商討了 公主不需要把屈掌門的說話記在心裡 父皇明明勤政安穩 為甚麼屈掌門這麼討厭 民間有個說話, 公主可能沒聽過 甚麼 曹操也有知心有 關公也有對頭人 聽過, 只有曹操這麼奸的人 都是知心的朋友 而關雲長一身忠義, 也有人討厭他 那倒是, 所以... 你想告訴我 父皇雖然一個好皇帝 但是也有這麼多人討厭他, 對不對 真是謝謝你雪中送頓 公主言重 不要公主前公主後 你就當我是知心朋友就行了 那好吧, 我就本著知心朋友的宗旨 提醒你一件事 做甚麼? 馬上去洗個臉, 會精神很多 又好 你不要放縱自己 你不要忘記 你跟她是同父義母的兄妹 我只是安慰她兩句而已 好 歸納各位的意見 要對付四王爺 一定要計劃周全 但是當務之急 就是怎麼去蝙蝠宮救出皇上呢 為了這樣 我們要研究一下 怎麼去再探蝙蝠宮 楚香水 請你拿地圖出來給大家參嘗一下 好, 上次有中原一點紅 帶我們去找尋蝙蝠宮的所在 但是始終還未能成功 這張地圖就是依著上次的路線所畫的 各位, 這裡有兩個入口 一個在沙漠地大 另一個就在這個湖裡面 不錯, 這個湖裡面有一個水洞 甚麼? 這麼大的湖只有一個水洞 我們不如去沙漠這一邊 沙漠地形變幻莫測 那個入口應該比水洞更難找 這樣, 上次你們去探這個大湖 是在大湖的哪一邊 西北這裡一小部分 但是由於湖底水流非常急 如果水性不熟練會很危險 那去哪裡找個水性熟練呢 除了巨禽幫之外 我們白沙幫的算是數一數二 那就簡直你們認了第二 沒有人敢認第一 好, 為免費時失事和無謂的傷亡 想請富幫子去大湖查探一下 在下義不容辭 本幫的弟子今晚就會起程 一旦探得微目 就會通知大家到來會合 一舉殲滅蝙蝠宮, 救出皇上 那就預祝你馬鬥功成 誰 是在下 袁公子 毒雀無味 不知道楚兄有沒有興趣 跟在下淺嘗兩杯 正中下懷 當然 先喝為敬 請 好酒 要不是父幫主連夜趕路 我們三個人一起喝酒 可以預祝直到蝙蝠宮 楚兄似乎對這件事不太樂觀 蝙蝠宮詭畢莫測, 要一舉殲滅 真是不容易 不過, 如果蝙蝠宮真的死了的話 你也懷疑蝙蝠宮子還沒死嗎 楚兄有同感 那你為甚麼會懷疑 我相信樹賭湖孫山 蝙蝠宮這些組織只不過是烏合之重 如果蝙蝠宮子真的死了的話 蝙蝠宮應該跟隨瓦解 是, 可是現在蝙蝠宮仍然有所活動 我就懷疑這一點 不知道楚兄是否同意在下的看法 原公子分析得非常好 在下也不相信死了的姚掌門是蝙蝠宮子 那就是說姚掌門只是李代桃薑 真正的蝙蝠宮子是另有其人 楚兄認為蝙蝠宮子是甚麼人 江湖上任何一位高手都可能是 如果連楚兄也懷疑在下的話 實在抬舉在下 豈不是連在下對楚兄也有所戒備 那好, 為我們兩位蝙蝠宮子一起喝會 請 請 小心 難道蝙蝠宮不會夜集武當 小心 走 玉德國下三位紅顏之幾下落 明祖獨往赤重江, 致視楚留香 走 既然容蓉他們留在蝙蝠宮手上 那明早我一於單刀附會吧 那太危險了 這件事是我的私事 無謂驚動其他門派 只要我和你去 你們留在這裡保護公主就行了 楚兄 這件事由我自己去, 沒事的 蝙蝠宮要我楚留香的命來做甚麼 蝙蝠宮 赤松江已經在望了 不如出來一起走 請恕在下命還不靈 蝙蝠宮的約會 實在太有吸引力了 如果換著在下是袁公子 一樣會跟著你 請 袁公子請留伯 這次約會只為楚留鄉而設 袁公子上面 太日自然另有安排 袁公子請回 總不相信會有甚麼事 袁公子各下勝命寶貴 各下自重 袁公子, 我看你還是回去 如果有趣的話 我回來會長長細細說出來 那麻煩你們幫我 送袁公子回去 現在可以讓他們三個見我沒有 楚大哥 天兒 我在這裡, 早點來救我 天兒, 你繼續救我, 天兒 楚大哥 天兒 我在這裡, 楚大哥 天兒 楚大哥 楚大哥 天兒, 你不用怕了 蓉爺姐, 紅袖, 華姑娘和本大夫 全部是袁蝙蝠宮 行了, 我先救你下來 袁蝙蝠宮, 你出來 我們一早就在這裡恭候了 蝙蝠宮子果然沒死 蝙蝠宮子萬壽無疆 當然是不會死的 在下只不過是蝙蝠宮子的侍從 蝙蝠宮子現在到了 久問蝙蝠宮子大明 今天有緣相見, 幸會 既然這樣沒有我 就不如加入我蝙蝠宮 要我加入蝙蝠宮, 有條件的 有意思 從來沒有人敢 跟蝙蝠宮子說條件的 好, 你儘管說出來 首先要放我三個紅顏知己 這當然 還要放張簡齋和華姑娘 沒問題 還有, 要放皇帝 這個條件就... 你可以跟四皇爺交易 也可以跟在下交易 價錢你儘管開 在下一定想辦法籌得到 對不起, 皇帝絕對不能夠放 很對不起 在下也絕對不會加入蝙蝠宮 誰拒絕我蝙蝠宮子的說話 就一定要死 不知道還有沒有第二個可能 除非你做得到我要你做的事 我楚樓鄉只是喜歡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件事你一定喜歡做的 幫 曹大哥 你先把田兒放下來 有甚麼事我們慢慢說 你救到送田兒下來 才有資格跟我說條件 但是你只有三次機會 三次失敗 你就要自行了斷 曹大哥, 你走吧 人家不會講信用的 人家的形勢比我強 我再沒有別的路選擇 我的形勢比你強 說得好 我先答應你 你救得到送田兒下來 我就放殺你的朋友 好, 一言記出 司馬難追 曹大哥 曹大哥 你快走, 你不想理我 兩次了, 楚樓鄉 你的輕功 似乎退步了很多 曹大哥, 你別管他們 他們全心作弄你的 這次了 這次再不行 你就要自己料理自己了 差點就讓我看見蝙蝠公子真面 曹大哥, 有沒有父王的消息 放心吧, 皇上一定會激日天上 慘了, 父王有烤喘病 所帶的楊無多 我真怕他會救病復發 我知道了 難怪他們抓了張大夫去 一定是跟皇上治病 袁公子半夜被他趕走了 到現在還沒回來, 會不會 是呀 不如我們去找他 好 原來楚兄的安全回來了 楚兄的鼻煙壺 在下不小心被蝙蝠公子打破了 對了, 袁公子你這麼晚回來 途中遇到甚麼事 半途中遇到蝙蝠公的殺手捷徑 總算萬幸才回來 是嗎 楚兄, 你這個鼻受了傷嗎 在下這個鼻就有等於沒有了 救人不到 蝙蝠公的人實在太厲害了 你這個傷口有痴痛嗎 張大夫已經幫我醫治好 我只在想我們現在的處境 我們一定會死在這裡 你不要這麼想 這樣吧, 楚大哥會救我們的 楚大哥根本不知道我們在這裡 怎麼救我們 沒有人會救我們 宋姑娘偷走, 被你抓了 現在還沒回來 一定恐多吉小 沒多久就輪到我們 你不要經常說這種話 宋舟 你們快點放田兒回來, 放田兒回來 宋舟, 你別這樣 你大臭大鬧也沒用 你把我們抓進來幹甚麼 放我們走 你走... 天兒... 宋姑娘... 天兒... 天兒... 天兒, 我看見楚大哥 楚大哥被他抓進來 不是, 在外面 原來他抓我出去 就是想理我做你, 你忍楚大哥 陸爺是想殺楚大哥嗎 不是, 他們是想忍楚大哥 加入蝙蝠宮 那楚大哥是不是答應他們 楚大哥怎麼會答應他們 對呀, 終於還大打一場 那楚大哥他... 楚大哥不會有事的 楚大哥沒事 他救不了我, 沒受到傷 楚大哥就是知道我們在蝙蝠宮 那楚大哥就不會來救我們 可惜未必會找到你這裡 蝙蝠宮的入口這麼大 楚大哥想救我們, 也有心無力 對了, 這幾天你們有沒有見張大夫 自從我們和張大夫 一起被俘虜進來這裡之後 一直都沒有他的消息 希望張大夫驚人天上 這幾天我們的貴賓, 覺得怎麼樣 他好了很多 神醫張簡齋, 也不是浪得虛名的 這服藥真是難喝 良藥苦口嘛 你喝完這劑茶就沒事了 這次被抓了你 說起來, 真是不知事何事復 我這個烤喘鼻 二十幾年來, 群醫束手 張大夫, 你十劑茶而已 就若都病除了 張大夫真是不愧是在世華佗 除了醫術之外 有時候還要說說緣份 這就是所謂的醫源了 我們蝙蝠宮的貴賓, 你覺得怎麼樣 我已經康復了, 你放張大夫吧 蝙蝠宮這裡 並不是你亂下命令的地方 張大夫衣術精湛 蝙蝠公子需要他留在這兒效力 請你帶我去見蝙蝠公子, 好嗎 有甚麼事? 我想跟他說清楚 我不能夠留在這裡的 想反抗蝙蝠公子的人 只有死路一條 你豈不是敬酒不喝喝罰酒 小心, 蝙蝠公子 放我走, 怎麼能夠硬來的 張大夫, 真是累了你 都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你別想回頭了 對不起, 是我累了你們 有甚麼叫累不累 又是我自然陪你去張大夫看病的 我真的不相信我們會死在這裡 華姑娘的身體不舒服 哪兒不舒服 如果你要利用我們來威脅楚大哥 你就不用想了 楚大哥怎麼也不會加入你們 這麼下流無恥的組織 大華姑娘跟我來 怎麼了?你想怎麼樣 放心, 幾位都是草香碎的紅顏知己 我們絕對不敢怠慢的 你帶我去哪兒?放手 放手 你們回去吧 是 你想怎麼樣? 剛才你說我們編谷公是一個甚麼組織 我大哥一定會放過你 他一定會來救我們 何必這麼想念楚流香 我會好一點對你 你怎麼放手 誰 是誰 是分總管, 主人養佈令到 放開我 看我們編谷公, 你能跑到哪兒了 那唯有照辦, 帶他出去 是 是 張大夫 老夫不是介意自己這條老命 外面還有幾個病人等著我去醫治 所以我心水不靈 我想到一個辦法 可以幫張大夫逃出生天 喪兄, 怎麼樣 喪上公 張大夫, 你不要怪我潑冷水 這裡守衛深陷 而且機關重重 你們很難逃得出去的 況且我見過他們對付那些逃走過的人 手段非常獨立 雖然是, 我們也要試一下 要不是這樣 我們沒辦法逃出生天的 喪兄, 你的高見點 好, 有人來了 抹大嘴巴, 慢慢休息 抹大嘴巴, 慢慢休息 他幹甚麼 快點叫人來 稍後他有性命之餘 過來 他有甚麼事 他血脈失調, 氣息逆轉 再這樣兩個時辰之後 就要進鬼門關了 三上公, 三上公, 三上公 他暈了 今早明明已經康復了 你們在那玩甚麼把戲 人命關天, 你說玩把戲 好, 你不相信就算了 反正他生他死了, 我也沒命出去了 不過, 如果他死了 你不知道怎麼向你的主人交代 那他要吃甚麼藥 那種草藥, 我也無以明知 那你把樣子畫出來 樣子跟野草差不多 可是側肉就不一樣 甚麼味道呢, 我也沒辦法揉出來 那豈不是要把他放你出去採藥嗎 我相信你一定會派人跟著監視老夫的 這不用說明了 我都會照樣做的 你跟我來 幹甚麼?放我 你又帶他去哪兒? 別坐, 別說了, 放下 開門, 你怎麼會這樣讓我?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張大哥 李雄就一樣精通衣術 你跟他說, 由他出去採摘那種草藥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開門 有許多小猙傷 張劍畏当, 一生肝膽壯 傲然去袖遠方 民西尚挺意 二便尚思短眼間 幾多歡笑成張夢 世事信事有定 也望悲伤 情意强心里藏 望眼睛穿 心经几多风雨浪 都怕爱恨难割断 人在四方流浪 平心天各居难忘 人在四方世上情